6月14日,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李小佳在香港出席活动时谈到,对于上海交易所科创版在6月13日成功开版,表示热烈欢迎,内地市场越来越开放,有利于香港股票市场发展,港交所和上交所可合作共赢,共促国家经济发展。 李小佳表示,内地经济改革逐步全面深化,对香港的社会经济将带来多方面的好处。上交所科创版的推出,最重要的是在IPO发行中引入市场机制,A股上市企业估值会趋于市场化,A股市场IPO排队的问题也得到解决。 有利于大公司同时选择在港交所上市,同时内地优质公司在科创版上市后,有很多国际投资者愿意通过互联互通在香港买这些公司的股票。 昨天开版的科技创新版,这是中国资本市场中间的大事,非常非常高兴能够看到在陆家嘴的开幕之时,有刘鹤副总理宣布开版。 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振奋的消息。 实际上,中国市场的越来越开放,对香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。 近日有媒体报道,阿里巴巴集团已向港交所递交上市申请,集资最多200亿美元,约合1560亿港元。 媒体还报道,阿里巴巴以第二上市方式来港上市,可通过保密形式成交上市数据存盘,有别于一般的披露程序。 李小佳表示,对阿里巴巴这个单一公司在港上市暂时不做任何评论。 如果有公司成功完成所有上市步骤,会及时发布。 李小佳又透露,同股不同权公司渴望在2019年年中纳入港股和内地股市的互联互通。 咱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一般都是不具体讨论每一个具体的案子的,好吧,而且我特别是不能确认谁有没有递交,因为只有到了最后公开递交的时候,就大家就都知道了。 但是即使递交以后呢,我们一般个案就不主动谈个案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